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14日的直播也是在此深入的向公共讲述 为什么要拒绝为这部电影卖票 但是当崔永元在意直播直播时 也就是新浪微博直播 黑屏一片 趁机数故障 什么时候不故障 这时候故障 这不是当人民都是瞎子 傻子吗 这么明显的针对谁看不出来 崔永元直播黑屏在此之后 本次纷纷建议崔永元入住头条直播 然而根据崔永元小号爆料 今日头条也无法直播 并且根据其余13日转发一片 关于减少推荐量的动态 我们可以看出 崔永元在侧面抨击今日头条 在减少推荐 至此头条也在不惜浪微博后尘 区别在于一个在明一个在暗 双赢的局面被打破 今日头条的欢迎只是场面化 在头条上推荐量是粉丝 能了解动态的最有效途径 没有推荐量就看不到动态 不管多有名的大V 多好的文章 没有推荐 除非主动点开主演 不然传播度都达不到理想状态 小编推荐里关于崔永元的一条动态也没有 并且评论里多数人都如此 是否真的如此 我们没有具体数据 但是广大网友都如此 真相并不会离我们有多远 小号透露头条不能直播转发减少推荐 是否天下的乌鸦一般黑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在崔永元不能直播的背后 绝对有一张网在覆盖着 为这大轰炸遮风挡雨 我们不禁思考 一个政协委员都无法捅破这张网 那么谁行 请记住崔永元是政协委员 是广大民众的代表 在禁言崔永元是 请私聊私聊你们的行为 干吗 谢谢观看